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了《精中岳飞》的内地电视 讲了两个人物 岳飞、秦潜 今集我想讲讲宋高宗 就是什么呢? 北宋亡了之后 南宋的开国皇帝 那也是岳飞 应该到最后十二面金牌召岳飞 跟着北果 然后跟着在风波亭 就杀了岳飞 那些人说 哇 这是什么皇帝 岳飞由一个北宋亡国之后 帮南宋开天辟地 将打到商阳 接收很多大片宋朝的土地 即是那个功劳完全无可给 人的罪性是这样的 人的罪性你才能解释到 因为如果没有罪性 那件事就说 正劳应该好像这么想 但是罪性就是 哇 朝野当中有一个人 强到这样 有一天他散我为我就死了 说重一点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宋高宗经历了什么 其实我看电视剧 其中一个我说 为什么内地的编剧的人 我觉得他高 你什么都是一定有个原因的 你要尋本索原 究竟秦惠经历过什么呢? 这个宋高宗经历过什么呢? 宋高宗除了经历了 曾经差点在出事去金潮的时候 差点被杀之外 他还有另一个危机 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决定要将那个黄河崩堤 以致令到金国不能够攻过来的时候 当时死了很多人 百姓死了很多人 而当时呢 朝野上面很多的武将是反对这一件事 很多武将反对 宋高宗下一个这样的指示下去 所以呢 宋高宗曾经是有一个所谓叛乱 就是发生在他什么呢? 就是他身根里面有两个武将 叛乱 于是就挟持了宋高宗 就捉了他入监 差点满 连命都没有的 但是当时呢 他们就要求宋高宗 潜让他的位置 给他的另外一个赵氏忠亲 那么 岳飞和韩世忠两大的武将 于是就迎救宋高宗 就是勤王 起兵勤王 就救回宋高宗出来 这件事在宋高宗里面 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什么呢? 武将的危险程度是比文官大 就是文官最多是和国 但是武将要他的命 是 所以这件事是令到他知道 就是说武将不能信 而我上一站说岳飞是一个比较中直的人 他呢 就是叫做文韬武略 但是对政治就一笑不通 所以呢 他当时呢 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呢 曾经是议论过有关什么呢? 议论过有关宋高宗应该传位给哪一个? 更加大件事 这个很大件事 这个应该是武将不能潜越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 就是你不应该 第二当然了 岳飞念念不忘 都是要去北伐 然后接着迎接二姓梅朝 就是两个皇帝 这个宋高宗呢 就已经就是 你知道我现在在做皇帝 你要迎接我的爸爸和我哥回来 迎接了他回来 算吧 就是这个政治不正确 你记得我南宋馆的版图有多小 我都是皇帝 他两个回来之后 你说拿回以前的版图也好 我不是皇帝 不要开玩笑 这个是李宗特来的 所以我想说 你其实人制也是这样的 你看到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绝对的好人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绝对的坏人 他做的事和他的经历 和他的经历 带来他的思维本身很有关系 当然这部剧讲秦会就完全阅读到宋高宗 他的担心 他经历过什么 以至他懂得就着皇帝 而到最后拿到他绝对的信任 这个就是秦会 他的聪明之处 成功之处就是我首先要拿到你的信任 接着就是权倾朝野 他最初在南宋里面是不被重用 因为他曾经被人俘虎了在金国那里 那些人都说 为什么你可以回来 而到最后 一路升升到他宰上的位置 权倾朝野 你就看到因为他完全解读到宋高宗的心思意念 所以如果你打工的话 要解读到你老板的心情 那就可以有胜算 你就先获得他的信任才有胜算 其实任何人都是 你形容在你解读到你老婆 你也有胜算 哪里是死穴不能碰 解读到小孩的话 你就对你的子女有胜算 但是解读到宋深永远是很高学问的